陳柏林著迷台灣醬油 他也能聊 21年來努力跟我喜歡的在一起 我想持續當個探索人 認識這塊土地 也更認識我的朋友 今天 我們正常應該沒實際 應該是沒完沒收 謝謝指著 陳柏林主持的實境節目 要來劉冠婷、謝欣穎、郭雪芙、桂倫妹 進入台灣深山露營 無奈的是他10號快篩陽性 臨時取消上檔發表會 13號首播還是要追起來吧 你覺得一個人跟太好合一去的 差別在一起嗎 一個人多半會 就是跟自己對話 對 還有跟他 對 還有跟他 我是一個喜歡分享的人 我覺得可能是跟當演員 有很大的關係 你會想要傳遞這一份經驗給大家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比較喜歡 跟朋友一起錄影 不是露營喔 可是旅行的話 又可能不一樣 就比如說 兩個禮拜的 一個人 那我OK 我們在整個旅程中 那個環境都是 沒有不舒服的 除了天氣以外 而且大家都不是小朋友 大家都是至少 踏入社會實際點 出院就是大家的廚藝都不錯 有體力活 然後又有 都是體力活其實 他們安排了蠻多 有意義的負重 甜蜜的負荷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走了至少七個小時 沒有 徒步徒步 我覺得我太晚 太晚去這些地方 你會有一段時間 會一直說話 你會有一段時間 不說話 然後又會有一段時間 跟自己說話 然後你每一步 每一步 其實你也不是說 我要趕快走到目的地 而是你享受著這個每一步 然後我覺得 有時候不一定是風景 人文也是蠻重要的 像我有一年 我很著迷醬油 台灣的醬油 因為我在做菜 那我就想說 哪一種醬油 是最符合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他地方的老抽 都不是老抽 台灣的才是老抽 台灣的湖底油 可是深的湖底油 然後上海的 或者是 新加坡的有一些 它是上色的 而且台灣是唯一一個 是黑豆油的 黑豆醬油的地方 其他燈光是黃豆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牛肉麵是加醬油 其實我們每天 在吃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要 對 我們應該要知道選擇 植物就是共同語言 這應該要寫在課本裡 有這種人是比較活生的 你才是最可以聊的 最可以聊的應該是 郭文美吧 他對我剛剛最熟 會有肥肥嗎 會啊 他也知道很多 很奇怪的東西 出發前 陳柏玲曾說 拍了21年的戲 不覺得自己有錯過什麼 反而是遇見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20幾年來 沒什麼差別 比較重要的是 可能是 以前都很喜歡加很多東西 在自己身上 例如說 就以前會很在意很多 很無聊的東西 別人怎麼樣 別人怎麼寫啊 然後我電影 一定要拍得很好 很帥啊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拿獎啊 一定要去影展啊 什麼什麼什麼 到現在你就會覺得 就自己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的是 我沒有放棄跟我喜歡的東西 在一起的機會 我一直在嘗試著 或努力著 跟我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我一直在嘗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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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